关心防疫情形 侯友宜在学生开学前 视察了学校防疫整备的情形 强调落实三级防护健康母原则 只要有一个学生染疫 全校14天停课 该以线上教学的方式 来保障学生的受教权 侯友宜到板桥国中视察 逐于检视学校的动线规划 关心防疫物资准备的 齐不齐全 利用口罩都够吧 都够 我们平常常备的 大概会准备在一万以上 一万以上是不是 对 口罩一万以上 其他水池我们每个月 会定期检视来做补充 两体温计都够 都够都够 防疫也够吧 对 还有漂白水 然后赤绿酸水 酒精 洗手台的消毒液 洗手液都有准备 卫生单位忙着雨众清销 要赶在开学之前 确保环境的安全 侯友宜参与学校 防疫会议 提醒学校要落实 校园三级防护 健康五原则 如果有一位学生染疫 全校14天停课 我们比照的方式就是 一人染疫 是14天不到校 但是并不停课 我们还是采取 线上教学的方式 让孩子们的课业 不用中断 这是我们已经做了 很多次的线上学习的方式 目前新北教师第三剂疫苗施打率 已经超过70% 侯友宜鼓励还没有打第三剂的教师 赶快去施打 那我也鼓励 我们老师们赶快打第三剂 我们看起来 我们第三剂已经打到 百分之七十几 像板交国中就百分之七十三 那还没有达到百分之九十 所以还有一些老师还没打第三剂的 我也鼓励他们赶快打 新北各校在开学之前完成环境倾销 要求学生入校动线必须规划妥当 同时也设置防疫应变的隔离教室 拟定线上教学应变计划 以维护学生学习的权益 记者审仲新北市采访报道